那么的话,我们在刚才做动画的是针对多个属性吧,是吧,针对多个属性啊,比如说这个属性,然后写下,这个属性写下,是吧,那么这是三个属性吧,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我们想让所有的属性同时做动画,让所有的属性同时做动画,那么他们每一个是不是都这么写啊,是吧,如果,而且他没有延迟的话啊,假如说他们一起没有延迟的话,那么的话怎么样呢,可以这么写,是吧, 比如说这几个属性啊,假如说把它住掉啊,把它住掉,如果这几个,这几个属性,好,这几个属性如果都没有延迟啊,假如说它是这样子的,好,假如说是这样一个动画,是吧,这个动画来看一下啊,就是我鼠标放上去它这个动画是同时的,同时生成的,同时结束啊,好,假如说是 这样的话啊,那么的话我们这里有个简写方法,什么呢,我们就不用写这个属性的啊,不用写这个属性,用一个什么呢,关键字来代替他们啊,可以怎么写呢,可以这么写啊,transition transition啊,transition,然后是来一个all,all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所有的属性,就是凡是你变化的属性,我就做动画啊,来一个all就行了,比如说,一秒钟,是吧, ease,这个是不是比上面简单很多啊,啊,简单很多啊,这个的话就可以合并成这一句啊,用这个all 那么如果是,就是什么呢,啊,多个属性啊,多个属性啊,同时做动画,是吧,可以合并成啊,可以合并成啊,可以合并成,下面一句啊, 多个属性同时做动画,可以合并成,下面一句,就这一句,是吧,好,这一句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好,再来刷新一下,那么是不是一样的效果啊,看一下,是一样的效果吧,啊,一样的效果啊, 那么的话,实际上我们平时做动画的时候的话,如果想刚,想做刚才那种差别性的动画的话,就用上面的方法,是吧, 差别性的啊,如果说想同时做动画的,就用这种,是吧,传细选,oh,然后一秒钟,然后一直,是吧,好,这是关于这个啊,这,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啊, 好,这样子的,好,那么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什么呢,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这个什么呢,关于这个图片的,什么呢,我鼠标放上这个图片之后啊, 鼠标放在这个图片上之后怎么样,就突然有一个什么呢,东西从下面滑上来,是这样的啊, 然后显示这个图片的说明,啊,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么这个效果的话,就是用tinsession来做的,啊, 那么,呃,那么后面我们,呃,讲到GS的话,GS也可以做啊,那么如果说什么呢,如果说用,能用动画做的话,尽量用动画做啊, 这样性能高一点啊,性能要高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做的,是吧, 这个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这个图片我们已经拿过来了吧,是吧, 这个图片一是200乘300,是吧,200乘300,好,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动画啊,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图片,图片, 说明, 好,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的话,那么就是,首先把这个图片拿进来,是吧,图片拿进来啊, 那么的话,这个图片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整体的啊, 再看一下啊,这个图片,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图片吧, 那么这个文字,这整体应该是另外一个DIV,是不是这样的啊, 两块,是吧,图片是一块,这个是一块啊, 那么这个DIV应该是定位到这个图片上面来的吧, 是吧,定位到图片上面来的啊, 好,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呢,整体给个容器,把这个图片包起来, 然后图片和它都相对于这个, 这个图片进行定位就行了,是吧, 好,那么这么做啊,好,比如说我拿一个, 拿一个什么, PIC, ZON,是吧,这样一个DIV吧, 好,然后先拿这个图片,是吧, 这个图片的话, 那么就是Imagics里面的这个什么Banner 018,是吧, 好,这个, OVT的话就得一个Banner吧, 好,那么下面的再来一个DIV,是不是这样的啊, 来一个DIV, 这个DIV的话, 那是得什么呢,来拿一个什么PICinfo, 对吧,好, 好,这样的一个, 好,那么的话,假如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比如说H3吧, 好,这是一个图片说明的一个标题,是吧, 这是一个什么文字标题吧, 文字, 文字说明的标题,是吧,文字说明标题吧, 好, 然后下面是一个段落,是吧, 然后这个是文字说明,是吧, 文字说明, 文字说明, 好,大概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是吧, 好,结构是这样的吧, 结构是这样的啊, 好,结构这样子写完了,我们来写它的样式,是吧, 写的样式啊, 好, 首先的话,那么整体的是这个宽啊, 这个PIC, 然后是CON,是吧, 好,它的宽的话是200, 200PX,啊, 好,高度才说是300,是吧, 300PX,啊, 然后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聚中一下,是吧, marking,啊, marking, 然后是50PXO2, 然后是0,是吧, 好,整体的来个聚中一下,啊, 好,整体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个效果啊, 好,这个图片的话, 那么占据上面的位置, 就把文字挤下来了, 是这样的啊, 把文字挤下来了,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想这个, 啊, 想象这个文字呢, 相对于这个, 它进行什么呢, 进一个定位吧, 进一个定位啊, 进一个定位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呢, 给它一个什么呢, relative吧, 是吧, position,啊, relative,啊, 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PSCinfo,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absolute, 是不是可以相当于, 相当于进行定位啊, 好, DICinfo, 是吧, 然后给它来个position, 什么呢, absolute, 是吧, absolute,啊, 然后它定位, 它定位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行内块了吧, 行内块啊, 行内块的话, 最好把它什么呢,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宽和高吧, 它自己的宽和高是什么, 是文字称开的啊, 好, 那么假如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是也是200, 是吧, 200PX, 好, 高度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呢, 高度假如来一个, 大概是多高呢, 看一下啊, 高度的话, 那么这么高是吧, 大概是120是吧, 就写了120的高啊, 好, 120PX, 是吧, 好, 然后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想要来一个黑色啊, 先给它个黑色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黑色啊, 好, 黑色的话, 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然后来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好, 文字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 color, 给它来个白的是吧, 好, 然后的话定位一下, 把它定位到, 先定位到上面去, 是吧, left什么呢, left定位到成0啊, 好, top的话, 先定位成0,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这样定位完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 这样一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吧, 定位到上面去了吧, 是吧, 定位到上面去啊, 好, 定位到上面去之后, 那么这个文字稍微有一点什么, 兼具是吧, 稍微什么, 离外面有点兼具啊, 好, 我们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 好, 先把主要的做出来吧, 把主要做出来, 等会再做这个吧, 好, 那么整体的这个效果啊, 整体的效果先做出来了啊,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鼠标放上去之后, 这个东西才出来, 从下面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默认的话它是没有了, 是吧, 默认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定位到最下面去啊, 把它定位到最下面去, 那么这个top的话, 它可以给一个什么呢, 300吧, 300px, 是不是把它定位到最下面去了, 定位到最下面去了啊, 好, 刷新一下, 就是定位到最下面去了, 好, 定位到最下面去的时候, 默认它也是看不见的, 是吧, 看不见的啊, 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样呢, 应该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 把这个整体给个overflow hidden, 是不是给它, 是不是可以给它裁写掉了, 是吧, overflow hidden, 那么就, 这个因为它的大脚已经固定了嘛, 是高度是300嘛, 所以把300的高度以外的东西, 给它裁写掉了, 是吧, 是默认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是吧, 好, 我想鼠标放上去上来上来是吧, 放上去上来上来啊, 好, 鼠标放上去上来上来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给个hover事件, 是不是可以啊, 有hover啊, 好, 那么pichover的时候啊, 好, 那么是这个, piccon它hover的时候, 下面的什么呢, picinfo吧, info啊, 这样子的吧, 然后给它来个top, 它的top给它改变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的top现在应该是多少, 如果是上来的话, 它的top应该是多少啊, 从这里开始算吧, 180吧, 是吧, 180啊, 应该是180, 180px, 是这样的, 180px,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是不是上来了, 上来了, 好, 好像这个效果是不是还没达到, 它那个图片的效果啊, 是吧, 这个文字太黑了, 是吧, 这地方太黑了吧, 所以它做了一个透明度吧, 那么这个透明度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就是用那个什么, RGBA了, 是吧, RGBA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picinfo的, 它的背景色给它来一个RGBA,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是黑色,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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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黑吧, 黑了之后, 再给它一个0.3的一个透明度,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可以啊, 突然上来了吧, 是吧, 突然上来了啊, 好, 这个文字还是白的是吧, 没有变透明吧, 是吧, 所以说这个效果还是好了, 接着来啊, 稍微的来修饰一下, 是吧, 稍微修饰一下, 比如说这个, 呃, 这个里面啊, 好, 这个里面pcinfo, 如果我给它一个padding, 是不是可以啊, 给这个padding, 把这个文字挤一下, 是吧, 好, 如果给个padding的话, padding假如说是这个10px, 是吧, 一圈10px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变大了, 是吧, 变大之后我来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180, 是吧, 宽高是100, 就可以了, 可以了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再来看一看效果, 是吧, 还是这样的吧, 好, 文字多了一点, 是吧, 好, 大概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是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啊, 好, 接着的话怎么样, 我们需要做动画吧, 它是突然跳变的, 是这样的, 做动画啊, 做动画的话, 很简单是吧, 那么我们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 来一个什么, 来个transition吧, 来个transition啊, 好, transition, transition, 然后的话, 我不知道它来做动画, 反正变的做动画, 我直接写个oh就可以了吧, 这是偷懒的写法啊, 反正你要变化的地方, 我就做动画就完了, 是吧, oh, 然后是假如是一秒钟, 然后是意识吧, 这个是缓冲数量的, 缓冲啊,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像太慢了一点是吧, 慢的, 慢的, 给个500毫秒吧, 好, 500毫秒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效果吧, 好, 这个应该是这个效果, 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transition的什么呢, 这个移动动画啊, 好,